612的人生事務所 我是蔡志雄律師 歡迎收看612的人生事務所 今天這一集 想跟大家聊一聊 奇特的離婚的原因 人為什麼會離婚 其實有個案子很有趣 老公請求離婚 原因居然是太太不喜歡洗澡 不喜歡洗澡 然後久久才洗一次澡 不得了 洗澡身上的水 竟然會把廁所的排水管都堵住 哇!很恐怖 你說不喜歡洗澡 這個是壞習慣 他說我們喜歡跑步運動 跑馬拉松 這個感覺應該還不錯 可是又有另外一個案子 太太請求離婚的理由居然是 先生太愛跑馬拉松了 跑到連太太生病住院都不理他這樣 所以你看 這個不喜歡洗澡也可以請求離婚 喜歡跑馬拉松 跑太多 太太也要請求離婚 所以我們說這個 法律上面 離婚的各種理由 其實很多 我這邊有看到一個 網路溫度計 統計的十大離婚理由 滿有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從那個第十名開始講起 第十名是什麼 這個講起來有點不太好意思 性事不協調 這個就要去看醫生 然後第九名 金錢觀念不一樣 然後第八名 這個也離婚 年老色衰 其實不要這樣 那個應該老夫老妻 手牽手 然後一起白頭到老 這樣不是很好嗎 年老色衰這個也請求離婚 然後第七名 苦無止事 然後第六名 感情變淡 這個倒是 我們律師在幫人家辦離婚 經常遇到 我們問夫妻說 你們請求離婚的理由是什麼 講不出具體的理由 就四個字叫什麼 個性不合 個性不合 當然相處起來就很痛苦 也是會請求離婚 第五名 教育方式不同 這個就跟養育小孩的方式有關係 你說有些夫妻 對小朋友 比如說念公立的 或是念私立的 或是教育方法不一樣 有產生增殖 這個也會請求離婚 第四名請求離婚什麼 惡言相向 法律上其實大家要注意 我們所謂的不堪同居的虐待 當然你今天說動手打人 這個是不可以的 可是你比如說有一種情況是 兩個夫妻晚上 那可能先生今天就抓著太太說 你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你今天沒有講清楚 就不讓你睡覺 他沒有動手打他 可是不讓人家睡覺 這個構成精神上面的虐待 記得 這個如果法律上比如說有錄音收證 這個也會構成離婚的理由 那第三名 跟我們講的類似 就是真的是動手打人 這個是家庭暴力 那法律上當然所謂的暴力也是一樣 除了動手打人 然後這個精神上面的虐待 或者說言語上面的侮辱 其實這個也都算是家庭暴力的一種 第二名沾染惡襲 比如說有些先生喜歡賭博 甚至染上吸毒的習慣 那法律是有規定說 如果犯罪被判處 這個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上 這個也會構成離婚的理由 那我們講完九名了 第一名的離婚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電視上也常常演 報紙上也常常看到就是什麼 外遇 就是說另一半跟婚外的第三人 可能發生了這個性行為 那這個外遇就變成 構成一個離婚的理由 而且是排名第一 那以上我們講了這麼多的離婚的室友 事實上依據法律的規定 我們離婚是規定在這個 民法的這個1052條 那它第一項有這個10款的原因 除了這個10款原因之外 比如說這個外遇 不堪同居的虐待等等 它還有主要是第二項就是說 難以維持婚姻的重大室友 所以其實夫妻離婚只要說 有些事情構成大家感情不佳 像有些我們看到的例子 一個是吃素的一個是吃婚的 這個會不會生活不協調 會不會請求離婚 一樣也會 所以事實上法律所謂構成離婚的原因 除了具體化之外 也有第二項所謂這個 難以維持婚姻的室友 那我覺得夫妻一場 如果能夠好好的經營心服 這個是很好 如果真的感情上 產生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透過法律的一個 離婚的處理 然後得到兩個幸福的人生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那今天節目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